本来臭Q的玩玩具非常快了 突然就屏住了呼吸 死死的盯住了墙角 接连几个倒退步 定在了原地 使劲的瞅着那个方向 原来是哈喽发现了 他埋在墙角里的面包 臭Q非常惊讶 我埋的这么好 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于是他赶紧捡起来 叼走了 准备换另外一个地方藏起来 但是哈喽也跟过来 臭Q一看 实在没地方藏 进退两难 不知道该放哪 这么少的智力 承担不了这么重的思考 智力不够 食量来凑 臭Q的决定把他吃了 但是刚吃饱啊 实在是不饿呀 这不是难喂狗吗 但是智商实在是有限 也确实想不出别的办法 只能是把他吃了最安全 臭Q的这边坚毅又勇敢 但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哈喽又发现了另外两块面包 臭Q的闻讯 赶过来的时候为时一万 整个狗都不好了 又拉了新的激况 上一笔还没还完 想吃 可是实在是吃不下去 但是他不吃 哈喽就会去吃 给臭Q的愁得要死 一边吃不下去 一边还得防着哈喽 臭Q的智力哪能解这种难题 他想出的办法 就是趴在这等着自己重新饿 没等到饿又等来了哈喽 实在没着又给吃了 他没吃干净 臭Q的还继续翻自己的窝 翻想倒柜上蹿下跳 把窝刨个底朝天 就怕还有隐藏的面包 你说的傻吧 他还知道藏面包 你说的聪明吧 他也想不出别的招 有脑子但不多 不负狗生 终于是找到了一个面包渣 躺在地上隔空舔着吃了 撑得不行的臭Q吧 趴在我旁边 跟着跟着你想出去拉屎 撑得自己口歪也行 就是 好